第幾頁,第13頁的地方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一個九者乘八表 然後規則是這樣 前面的部分的話是 應該是前面是哪一欄 前面是哪一欄,第一欄 後面的話是第幾列 所以第幾列,後面這個數字 前面數字是欄 後面數字的話是列 然後相乘的結果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做出一個類似像這樣一個九者乘八表 然後如果假設限定用Colum跟Raw的方式來完成的話 那該怎麼做 其實這個就剛剛講 因為我發現Colum跟Raw其實還蠻重要的 很多時候如果你不會這兩個函數的話 有的時候你有些 要做出來的效果,你可能就會做不出來了 比如說以這一題來看 前面這個數字是欄 第幾欄,乘上第幾列 相乘的成績 把它放在後面 第一個 其實答案在這裡,先不要看 第二個是如果用 VPA可不可以跑出來 VPA也可以 VPA其實兩個回圈 加一行乘四 也一樣OK 所以也許你們 待會 可以試著練習看看 這是怎麼做的 第一個 在這邊也許再插入一個工作表 工作表把它放到後面好了 名稱也許要走走成把表 如果今天我希望哪一欄 乘上哪一列 的成績的話 其實你可以第一個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Current 然後按確定就可以了 1 後面的話就乘,乘用X好了 但是你特別注意要把它串貼 and 乘的話用X and 後面加一個哪一列 哪一列就弱 有沒有 ow 小瓜糊 然後打個勾 那已經一乘一了 後面還要再加等於什麼 相乘的結果 所以and 然後等於等號 不要麻煩是串接的 等於兩個相乘的結果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是 把這兩個 複製貼過來 然後把這個and and的中間東西改成乘號就好了 OK 這樣比較簡單 不然你要自己再and and兩個相乘 我覺得這樣比較簡單 因為改的幅度比較小 乘號就好了 有沒有 Current乘肉 按打勾定 OK 應該OK了 然後就把它拉過來 應該到I OK 然後向下 到9 有沒有 這樣子馬上一個 就出來了 很方便吧 OK 所以如果假如 我們邏輯前面是藍 後面是列 把它跑出來 假如啦 另外的話 假設我今天 希望呢 把它改另外一個 就是VBA VBA VBA 第二個版本 這個只是個練習啦 主要是增加各位的 一個 了解這種 城市的一些基本功夫啦 因為如果 前面先產生1到 1到9好了 這邊是1到9 等於是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假如是用VBA 我們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產生上面跟 那個 上面跟右 左邊的這個 這個藍跟列的名稱 然後裡面的話一樣 這個乘這個的結果 幫我把它放在這裡 那如果寫VBA的話 該怎麼做 OK 請各位想想幹嘛 剛剛這個地方 Current乘肉 OK 試試看 VBA 該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覺得有沒有要清除 然後覺得怎麼把他表 把它輸出 輸出的話 給各位看一下 我這邊是沒有加按鈕 其實將來可以做按鈕 有沒有 1 這個1指的是這個 這個1指的是這個 哪一燃 乘上哪一列 等於它兩個相乘的結果 另外的話呢 把它兩個 這個 範圍全部清空的話 你可以 所以首先的話第一個你可以寫 就是這個稱法表的清除 那清除的方法很簡單 第一個你可以 For i i的話記得 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哪一列 其實這邊的話 比幾種寫法 你可以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第十列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另外一種寫法是你可以 for i 等於第1到第9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喔 兩個寫法 但是兩個寫法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如果你是for i 等於1到9 你記得喔 Sales裡面的i要變成加1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地方 的位置 是從 第2列開始 並不是從 第1列開始 所以假如說你這邊 把 i 少加1的話 它會變成它的位置變成說 它是在 第1列 就寫到這裡 有沒有 J 如果沒有加1 那變成寫在這裡 寫在這裡就不OK了 那如果你要剛好 讓它跑到這裡來的話 變成一定要加1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們 for i 等於 1到9 1到9 然後Sales的 i的話記得加1 追加1 然後裡面後面其實可以把它清空就可以了 清空的話意思是裡面東西 通通把它去掉 第1個 那再來的話你可以把這個程式怎麼樣 把它複製貼到那個99層8標裡 或者整個把它貼過去 然後我們程式該如何修改 改哪些地方 其實再來的話根據我們 這個 邏輯上來做變化 這個地方就不是清楚了 而是真的做點事情 什麼事呢 第1個 我們拿什麼呢 前面是藍 藍的話這邊是指追 有沒有 所以追 這個 這個資料有沒有 後面要 空一個and 主要原因是 VBA的and 前後要空白 and什麼呢 and一個乘號 所以這個其實跟剛剛的公司那個部分還蠻像的 只是換個地方寫 然後and什麼呢 and後面的i 這個不用加1 因為我們一樣是從1開始 1開始 所以這個地方不用改 然後and什麼呢 再來 當然你可以不用全部打完 你可以先跑跑看 讓他執行看看 有沒有出現 有出現了 有沒有 1乘1 等於 後面沒有 2乘1 3乘1 也沒錯 前面是藍 後面是列 那再來的話 後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了 再空一個and 加一個等於 再空格 就是把追 再乘上i 這樣就OK 所以你會發現 在這裡的追 很像是那個column的函數 有沒有 你可以兩邊 類比一下 是不是 蠻像的 所以有些東西 其實只是把觀念稍微改一下 其他應該倒沒什麼 地方 變更 有沒有 這個地方有沒有 其實還蠻像的 所以你只要把它改成column 不就OK了嗎 and前後有空白 i改成rl 有沒有 等號 兩個相乘 不就一模一樣 只是差別是說 你要指向哪一個儲存格 放哪一個儲存格的位置 那我就把這個地方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 我先清除掉給各位看 清除的話就是 後面有沒有少什麼 這邊少一個and and串接 先把它清除 OK 然後再把它執行 不過如果你覺得 怕跑太快 你可以按F8 F8或者射中斷點 你可以去觀察變數 i現在等於1 所以這邊等於 加1等於2 2的話就是第2列 z1加1加1 等於2 c就指這個儲存格 所以從這個儲存格開始 丟這個東西 把這邊串完之後 右的結果丟進來 實際上就放這裡 OK 所以這邊把它執行 因為i現在等於1 1乘上1 等於兩個相乘的結果 等於1 所以把它執行 丟過來 其他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基本上 它的 J的值會增加 但是i的值不會增加 因為現在只是跑這裡面這個4圈 所以 J等於2的話 意思就是先跑 這個橫向這一個 然後再向右 有沒有一個一個 等於是他先把 一列橫向先跑完 再跑下一個橫向 有點像z字形 z字形 OK 然後全部就把它跑完了 OK 然後呢 這樣的話 我們輸入 結果OK 再來的話清除 清除部分的話 一樣 把這裡面東西清空 就一個一個把它拿掉 等於是塞一個空的給它就可以了 OK 不過我跟各位講一下 像那個清除 各位有沒有發現 清除 其實如果這樣寫的話 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就是它好像慢動作 刻刻刻刻刻一個 它清除是一個儲存跟一個儲存 慢慢清除 但是 如果你要有效率的清除的話 建議是怎麼樣 建議是直接用range 所以這幾行 你可以前面一下單以後 我習慣是這邊 按右鍵 工具列按右鍵編輯一下 把這個工具列放在這裡 把它註解掉 註解就是不刪除 先放在這邊當參考 你可以用range 我前面好像有講過 range的話 好處就是它效率比較快 範圍的話 當然一般是放那個自串 或者放那個sale 儲存格也可以 一般是放那個範圍是 就是把它的b2 到那個什麼 b2 到哪一個呢 到 追 10 OK 所以 追10 然後呢 裡面清除的話 你可以等於空的 或者是說另外有個辦法 點什麼 點clear clear contents 這個 好 那這樣子清除的話 好處就是 應該會比較快 剛剛是有點像slow motion 得得得得得 現在的話會不會 現在在執行給各位看 有沒有 快太多了啦 這個還才沒幾個 81個儲存格 如果你今天是 八萬 1000個的話 我跟各位講 千萬不要用上面的方法寫 不然你會跑到最後 真的想哭 你會跑啊 奇怪什麼跑這麼久還沒結束 OK 另外的話 就是你講說 老師那90什麼表 這個slow motion怎麼解決 這個辦法解決嗎 你目前來看 你應該沒辦法把就是寫成range OK 因為range主要是 你要做的事情都一樣 可以用range 但是如果你每個儲存格 都不一樣的話 那你就沒辦法用range 你還是用乖乖的用sales sales比較強調是個別儲存格 OK 裡面放什麼 那如果你是 都放一樣的話 那可以用range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邊 大概跟各位補充一下 這個99存法表的 寫法 OK 這個程式雲端上也有啦 如果你擔心 實在是寫不出來的話 剛剛寫的程式在第13頁 這下方也有 OK 那 加上去就會快 不過 這個應該 這邊是看不太出來 這邊是還好 如果資料量多 就會有感覺 OK 那其他的話 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範例吧 其他的話呢 也許 請各位再看一下 比較 基本的一些 待會看一下這一題好了 這一題是 計算年齡與 V-1 年齡這個Dedif 這個我想自己再做一下 這個比較簡單 用Dedif 算他的年齡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切到他第二個工作表 開課期別 我想要知道呢 到底 這個課程 叫C04 不過你會發現 這跟我剛剛講一樣 就是現在很多的資料 給你都是編號 他還不會告訴你說 這到底哪一班 那我們怎麼知道這哪一班 你可以切到後面這邊有個對照表 這個就 這個我們的叫做Table Table Array 然後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是C04 第一班 它是這個 它的時數是 30個小時 30個小時 那意思是說啦 假如說 像這個課程是 每 週三個小時 所以喔 三個小時喔 那如果這一天是 開課日期的話 請問結束是哪一天 OK 你千萬不要拿計算機出來 就是把什麼 把這個先查過來 查到了 30個小時 那一週 是 3個小時 所以除以3 那就10週 10週再乘以7 對不對 那就70天 沒錯 70天 特別是因為 那因為開課的是第1週 所以要扣掉1週 所以再扣掉7天 所以是63天 所以把這個日期加63天 就是那一天結束日期 所以你就說 等於 這個日期 加63天 結果 那問題啊 你算 這個是OK 是對的 但問題你下一個 再開始 103 然後切過來 103 30 然後再切過來 算完之後再填 那你這當然是不OK的 所以喔 剛剛的敘述 請你把它 變成一個公式 點兩下 就大功告成 就大功告成 所以關鍵在加的這個63怎麼出來的 OK 所以這邊應該知道 剛剛講過的吧 第一個你可能要用什麼 V的函數 他去查這個表 他去查這個表 這個表你可以 建議一個名稱吧 我是覺得建議還是建名稱表OK 不然你跨工作表 這樣有時候真的不是很OK 然後第二個的話 查回來之後 可以先除以 10 減掉一周 乘以7 這樣就OK了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啦 只是說要怎麼把它 公式化 做到這邊 好了畫面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